廣德嘉老闆一現身 加油聲不斷 免費發送的香蕉煎餅 瞬間搶光 自身媒體人王瑞德 特地南下 以實際行動力挺廣德嘉 我們就推起這個所謂 新台灣正義聯盟 然後一起用新台幣 來消滅香蕉煎餅 在短短不到兩天的時間 總共下了一萬六千多份 自投邀包 免費送兩百份的香蕉煎餅 由於群眾太踊躍 急爆會場 主辦單位還把香蕉煎餅 追加到五百份 只是廣德嘉被霸凌 也深受其害的王瑞德 選擇正面迎擊 你也不能在大街上罵人 然後小巷子道歉 那些已經進入所謂的 司法程序的 那就一切按照 依法辦理的方式 我就不再給你這個機會 除了自己提告韓粉 王瑞德也幫台中女高中生 向霸凌的兩百多位韓粉提告 王瑞德自嘲自己就是心狠手辣 心胸狹小 高雄如果發大財 今天我就不會來 我要讓所有的人知道 不是只有韓粉可以欺負人 我們可以站出來 捍衛自己的生意 自己也遭受韓粉恐嚇威脅 全家人的親民安全 王瑞德選擇提告不妥協 畢竟此風不可講 要求諸司法向霸凌韓粉逃公道 三地新聞 黃啟超 黃嘉平 SNG小組 高雄報導